今年的世界新闻自由日非常特别 因为疫情 很多记者恐怕和我和雅萨一样都宅在家中 是的 不过疫情挡不住中国假消息借船出海 中国政府正在利用民主社会的社交媒体大稿外宣 注册了大量的假账号来传播假新闻 景轩 我记得甚至有人假冒我们台 没错 我们自由亚洲电台也深受其海 3月以来 推特上出现很多仿冒我们台的账号 最近疯传的假新闻 台湾向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道歉 以及杰克生物学家认为 新冠病毒源自美军实验室 都是出自这些冒牌货 我们跟推特投诉过 他们关闭了一些账号 但是新的呢还是会层出不穷 是啊 这分明是一场不对称的交锋嘛 自由开放的国际社交媒体 如何应对专制国家背书的信息债呢 过去几年来 中国政府把大外宣的战场 转移到海外社交媒体 专注于国际调查报道的新闻机构 ProPublica近期一项调查发现 中国控制了至少1万个虚假推特账号 有的是盗用由真人创建 但不活跃的账号 有些是有偿招募大V 转推他们的宣传 在推特上拥有7万粉丝的 意义漫画家巴丢草 曾拒绝中共的邀请 价码是每贴1700元人民币 ProPublica团队顺藤摸瓜 追踪到北京一家名叫 一网互通的社交媒体数据营销公司 进而发现 与他们签约的金主 是中共统战部主管的中国新闻社 去年英国广播公司也曾披露 中国外交部 中央统战部和网信办 近年来多次 把针对海外社媒的宣传和舆情监测工作 承包给官媒 每单价值数百万元人民币 而澳大利亚战略策略研究所的分析显示 中国政府可能从2017年开始 就在多个社交媒体上用假账号散播假消息 先是小规模的攻击 郭文贵贵明海 维权老兵群体等 2019年 针对香港反送中运动 发起第一次大规模的信息战 今年初又删除之前的推文 转而就新冠疫情疯狂发推 假账户只是暗处的离鬼 实际上 多家中国官媒早在2010年代初期 就登陆各大海外社媒平台 并时常买广告做推广 从2014年开始 中国海外使馆也开了账号 为中国政府公关宣传 2019年4月 香港反送中运动刚开始 中国外交官纷纷行动 去年一整年 在推特上新增了55个官方账号 新冠疫情爆发 今年才到3月 中国外交部和驻外大使馆的官方推特账号 已经新增了26个 据统计过去一周 在中国官媒以及与政府相关的141个推特账号中 最活跃的中国环球电视网 环球时报和新华社 这三家中国官方喉舌的英文账号 在推特上发了至少2000条推文 中国外交体系集中转推 制造风向与流量 中国大外宣最擅长的 就是宣传正能量推广中国方案 这次他们继续发挥强项 一方面主打国际援助牌 大力宣传捐赠医疗物资 输出抗疫经验 将自己从麻烦制造者 塑造成全球抗疫领袖 另一方面 激进渲染西方国家抗疫措施 如何错误混乱 民主制度远不如独裁体制高向 叫大家来抄作业 还指责别国抄不好 比如说关于中国吃愿意大利 推特上出现成千上万 感谢中国的帖子 可是有数据挖掘公司分析 3月11日至23日 发布的47000多条推文发现 46%带有中国意大利 标签的推文 和37%带有感谢中国的标签推文 都是机器人推送的 与以往不同的是 这次中国还采用了典型的俄罗斯战术 也就是散布似是而非 互相矛盾的信息 拔水搅浑 从而改变叙事 逃避责任 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 多层次大规模的传摇过程 官员 官媒 外交官 以及小粉红 在国内自媒体和国外推特上 协同作战 比如病毒起源之争 先是国内设媒上 传言美军到武汉军运会投毒 官方不加遏制 然后科学家说 病毒并不一定严有武汉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赵立坚两度发推 最后引发美中两国之间的 外交风暴 最近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 胡兆明也在推特开了账号 通常中共的人 都会打着政府的幌子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看到中国解放军 在推特和脸书上开账户 不过近日有美国智库 兰德公司的研究报告说 快了 中国解放军自2009年 已意识到社交媒体是一大威胁因素 伊朗的绿色革命 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 都是中共的警钟 因此解放军不断学习俄罗斯 美国以色列 利比亚等国的社交传媒策略 预计不久也会借船出海 利用西方社交媒体来做宣传 或打心理战 甚至干扰美国大选 眼看着开放的社交媒体 被极权国家利用 变成他们传播假消息的工具 信奉言论自由的民主社会左右为难 要不要封禁由中国政府主导和控制的 网络传播行为呢 香港反送中运动期间 2019年8月和9月 推特暂停了5000多个 可疑的由中国政府控制的账户 宣布不再接受 由国家控制的媒体投放广告 近日 中国驻斯利兰卡大使馆推特账号 和中国驻塞浦路斯大使黄新元的账号 相继因违反推特规则被暂停 他们高调反击说 言论自由既不应该被滥用 也不应具有双重标准 有网民指出 推特封号不过是在抄中国的作业 还没有抄好 因为中国除了封号还要抓人 美国国家队终于行动起来 2016年成立的 原本专注于反恐任务的 美国国务院的全球接触中心 正在重整战队 全力应对来自俄罗斯 中国及伊朗的虚假信息战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 曾说过 新闻自由是建立公平公正的体制 让领导人接受问责 和面对权力推陈布公的基石 但是网络世界正在重塑人们 对新闻自由的认知 谁能分辨一条推文或一段视频 告诉你我的是真相 还是有心人借船送来的诱饵呢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